現在我講一講經歷四年背露法 或者為人討告醫治的做法 我的做法是因為神的同在 會帶來祝福和醫治 我自己曾經為過很多病人討告 當然我不能夠擔保他一道醫治 不過有很多是覺得舒服的 還有生命來改變、帶來順處 我基本上做甚麼呢? 我自己經常都能用心靈愛護神 譬如我現在講的東西 心都喜歡神 這是一個最簡單的祈禱方式 就是那個心 神真是好 這就是感激神 喜歡神的心 我可以一直在做另一件事 我用一個寧容 譬如有個人在戀愛 他在戀愛工作 他都在戀愛對象 他戀愛的時候 他就喜歡那個人 因為我實際上覺得神真的很好 我是很喜歡神 因為神真的好到不得了 他在哪一方面都好 所以我任何時間都喜歡神 但當我為人討告 我就更加專注全心去愛慕神 相信神在愛我 這兩方面都需要的 神在愛我 神在祝福我 神在提升我 這個由上至下 我又回應神 並且有歡喜的心 多謝天父 我說一些醫治的情況 給大家聽聽 其中有一個阿婆 我以前的教友 她的媽媽 心臟病 神衰竭 頭療病 中風 致命就是神衰竭 醫生說她是不能醫的 她會越來越辛苦 因為她的尿毒越來越高 她就叫我去祈禱 她這個情況 是沒有病很痊癒 不過很大的不同 就是她覺得舒服 我和她祈禱 我覺得怎樣 很舒服 我說你想要信耶穌 不行 因為我已經拜佛 觀音拜了很多年 我不可以信耶穌 我繼續和她祈禱 都是這樣 她都是繼續探望她 但是我探望她的時候 她的家日 每個人都來 我都為她祈禱 每個人都經歷聖靈 每個人都覺得很平安 我便帶她去信耶穌 因為我叫她們 你誰在 她們很特別 她在屯門醫院的時候 她們是二十四小時 有人陪她 那個媽媽真的 她是很好的 她二十四小時 她們都聽我說 真的輪流為她按手祈禱 但後來她媽媽也是不信 過了半年 她媽媽就說 為何今天 葉牧師沒有來 其實真的 就是神推動她 因為我已經沒有她半年 她為何會想起 好像前幾天我來過 為何今天沒有來 是神感動她 她的女兒馬上叫我去 我跟她祈禱 我覺得怎樣 她說很舒服 我說 你覺得耶穌是否很真 是 你拜佛和觀音會幫你 沒有 你信真那個 信假 信真那個 她立刻信主 立刻仇勢 她還向她家人傳呼 還有她做什麼呢 她有一晚 她的女兒看到她 看著她 天花的反而 一邊看另一邊 一邊看一邊 一邊看一邊 她就覺得她媽媽 是看到一些遺像 可能看到天堂 看到耶穌 看到一些天使之類 她說很開心 因為她媽媽因為病 很辛苦 已經大半年沒有什麼 她說話更加不會笑 病人你哪有笑的 她那晚看到她笑 她真的覺得很安慰 還有她那天 她找我完 最後一天完全清醒 是神感動她的 神是會知道我們有心 她就會叫人開路 我試過有個癌症病人 她在做化療 她說很辛苦 我見她一次 但跟她祈禱馬上覺得舒服 她回家自己祈禱又舒服 我只見她一次 我根本不認識她 在醫院見到一個陌生人 但後來她 因為我給她一張卡片 她後來離世 她的女兒就打給我 她說 你曾經探望我爸爸 我爸爸告訴我 我找到你的卡片 我想你跟她做 安息禮拜 我就是一次的機會 然後跟著她兩個女兒 我一電話一起祈禱 她立刻覺得 她說整個感覺飄起她 她兩個都信耶穌救了 我教她 兩個都受勢 真是神是好奇 也有癌症 是乳癌 她祈禱後 她又痛痛了一個多月 然後她祈禱後 她覺得有黑色的東西離開 然後她就很開心 開心得笑 然後她回去檢查 她的病是沒有了 還有沒有痛 這些是一些比較強 也有很多就是 立刻覺得舒服 立刻覺得好一點 你媽媽的情況 其實我們不知道的 但你就是持續 你自己親近神 耶穌你真是好 多謝天父 感謝耶穌 耶穌真是好 每天都是這樣 神的同情就更強 你媽媽信了主 信了主 信了主 你又可以說媽媽 媽媽 你告訴她 耶穌很真 耶穌真是好 很關心你的 我們一起多謝耶穌好嗎 一起享受耶穌 你都可以播一些詩歌給她 整天聽 她在聽的時候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她會覺得舒服 耶穌這麼愛 祝福你 你又想多些愛耶穌 所以有些人來說 因為我們始終每個人都會離世 有些年紀大 我們未必祈禱她會真是醫好 但她平安舒服 她覺得耶穌很好 她更加愛耶穌 這也是一種好行為 將來她見到耶穌 耶穌說 你要稱讚我 你要讚美我 這是你嘴唇所極的果子 都是神歡喜的 所以我們不只是祈禱她得醫治善 而是她有改善 有舒服 感謝神歡喜 其實應該是好 沒有 剛才你說禱告的時候 比如按膀頭 然後去到心裡 舉起讚美耶穌 專注讚美耶穌 其實 醫療她的時候 應該是 都想是很愛很愛這個人 還是不好想這個人 就只是按住她 然後就純粹是 Erfahr是 絕對神 十分에 捱目於神 就不需要想這個人 帶她神的面前 只是純粹 在腦海 百分子 就如使他想著是多 Norwegian 我会这样说,大部分向着神 但有小部分可以连运祂,感受祂的痛苦 知道祂的痛苦 所以在祈祷的时候,祈祷会说 耶稣真的很爱我,耶稣关心我们的疾病 知道我们生病的时候,耶稣关心我们,连运我们 求医治其实我们不用求很多 主耶稣拿走祂的痛苦,求耶稣的医治 因为耶稣听到,所以耶稣说 你不要以为用重复话,就必无随听 而是我们与神的关系,神的同在会带来医治 祝福,不是我们求了之后,祂就一定 因为有时人不是用心灵圣神祷告 未必神的同在那么强烈 这种的祷告是神强烈的同在带来医治 还有神的同在会加强 稍后我会再跟你祈祷,让你感受再进入更强烈 还有你自己投入也会更强烈 圣灵恩高是需要我们每日用更长时间 我会说起码半个钟头,或者一个钟头的时间 爱无神,相信神爱我们 也都一路走路,乘搭车,做什么都经常想着耶稣 这样就更加用神的同在加强烈身上 比如初学者,好像那个人只听你说过一次 他觉得很舒服 怎样帮这些只是经历过一次的人 又再去自己在家都自己启动到这一样东西 经历到这一样东西 我经常觉得那个推动力始终是几样的 神很好,神很爱我们的 神会提升你的生命的 你的生命可以去到很高层,将来你帮很多人很辛苦的 你很宝贵的 那你想不想你的生命发挥 今生你先求神的国和他一切加给你 神会祝福你的生命,为你开脑的 你希望你整个生命被提升 这都是用圣经的鼓励 就是神很爱我们,我们很宝贵 而我们做什么都为神做,神都喜悦 并且会永远祝福 我的意思是我们为他按手 他会被我们按手,而启动了他的圣经同在 但是这个如果是一个初学者的话 他自己在家,他没有我们帮他按手 没有这个场合,这个罪会有人为他按手 那他怎样可以自己在病床上去到… 病床和健康的人是不同的 病床的,我们就跟他说 你祈祷的时候,其实都是用恩典推动的 有没有觉得平安舒服? 他说有 那我们就说,真的好了 多谢耶稣 耶稣在你身上做工,是不是觉得很奇妙 觉得舒服? 耶稣这么好了 你想耶稣更多祝福你啊 更加舒服啊 他有这个心,你整天睡在床上 其实你现在有很多时间 而不是一直多谢耶稣爱着我 我又全心爱耶稣 这样的时候,神的同在你做更加舒服的 而且当你不舒服的时候更加 耶稣,我多谢你爱我 你会帮我的,你会和我一起的 他越投入,他越心越松 他都要处理生命的 因为我们不是只是祈祷 帮他处理他的烦恼,疼症,埋怨神 他放手的时候,神的同在更加强力 那如果是健康的人 我们就说,这个经历好不好啊? 有没有激励性啊? 他好,那你就教他,站在那里 站在那里面前面 因为你向下跌,你会有那里面前面 你可以找一张高椅 如果那些人摇得很厉害 那些高椅的高椅向着你 你一跌,就扶着那些朋友 那你就在想着耶稣 爱着耶稣,神的平安会来到 和神的摇动在你身上 那你就一路继续去感谢神,爱着神 神的同在更大 将来你就可以祝福人 就是无论他是病的 或者是一个想侍奉的人 想被神用的人 那这个都是要跟进的 因为呢 跟进一个人 以至他会肯去侍奉神 是一条由他本来自我忠心 自私的生命 变为一个付出的生命 是一个过程来的 那我们见到他的那样多的进步 我们马上欣赏他 你上个礼拜 譬如说 和他祈祷 你回家祈祷如何? 他都没有祈祷 就不要立刻说他 祈祷觉得如何? 好舒服 那你想要经常被神同在一起 加力量给你 想 想 那我们一起多些祈祷 回家多些祈祷 即是用正面的 尽量说 啊 那麽好神同在 那麽好神在祈福你 那我们多些亲近神 你的生命就被提升了 而不是说 你上两瓶没有祈祷? 没有祈祷? 那你那麽懒 你怎麽神用? 这样的时候呢 他听完呢 他觉得心说的 即是这个都是正面 我们发觉耶稣 有时他会指责门道 他说你没有信心 但是跟着他就说 你有信心 尽一粒介绍 总都能够移山 是吧? 譬如 比特法要服用耶稣 耶稣不是说 怎么搞错 你就要建立教会 他不是这样说 他说 我因为你祈求 叫你不止于失去信心 你回头之后 你要坚固你的弟兄 耶稣是很正面 经常被他看到盼望 我为你祈祷 我关心你 你被兼顾 你将来出福人了 这个都是 其实不单止是 建立人生命 我们跟人交往也是 很多人呢 拍拖呢 就说很多温馨话 一跌了分 就说 你做什麽呢? 你做得这么慢啊? 哎呀你都不记得做什麽呢? 总是要求 就是律法 其实律法令到很多基督徒很辛苦 哎呀又要祈祷 哎呀又要看圣经 我又懒了 如果用律法看 就好惨 很惨 但如果我们鼓励人 怎样呢? 耶稣真的很好啊 你看看祈祷是否很好啊? 很平安兴省 就是耶稣一亲近耶稣 就有祝福了 那你想不想那麽多亲近耶稣啊? 就是用恩典推动人呢? 是会更加好 为什麽拍拖的人 那麽大推动力呢? 拍拖呢? 哇 看着衣服 一放工 就跑去 看她的男朋友 女朋友 因为她避爱 好多的动力 一结婚 有时候动力小了 哎呀她都不理我 都不和我说话 都不喜欢 以前拍拖也喜欢我 现在都不喜欢和我聊天 她好像经常都是要求 但是拍拖的时候 因为是爱推动的 所以基督徒的动力很重要 耶稣一直都在爱我 谁能使我用基督的爱隔绝呢? 根本要贴持我的爱 神在我前后环绕我 按在我身上 即是经常都用这些 推动自己 亦都推动人 神的恩典 神的爱 那 好了 那人不听话 那怎麽呢? 我们都是用神的恩典 神这麽多恩典给你 神的愚美计划更加蒙福啊 那譬如她说 是呀我想啊 不过我做不到啊 那的时候 那我们就帮她分析了 为什麽做不到啊 譬如像射诗说 看电视啊 游戏啊 那些 那你觉得那些对你怎样啊 这个是引导了 问她 而不是告诉她是错 你觉得怎样啊 教小朋友都是这样的 不要打手机了 你越叫她越听话 你觉得你宝不宝贵 就是多些让她知道她很宝贵 很重要 那你想不想你的生命 将来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就是从小教育到小朋友 你将来可以成为伟大的人啊 你可以成为伟大的人啊 你真的可以 我见到你很多潜质 我真的见到你很多潜质 很厉害的 就是他经常觉得这样的时候 然后 那你觉得 玩游戏机 对你有什麽影响啊 你怎样可以处理啊 可能她一下子不行的 但给她负责任 就不是说 以后 每天我去玩一个小事 那她就觉得是 律法了 但如果说 你自己想不想提升你的生命啊 怎样提升啊 像你那样 你觉得你可不可以被提升呢 有些人接受你 你觉得会不会有人被接受呢 接受你呢 譬如这里 如果你操练服侍 你将来可以被提升的 不过首先你先学习 那你就会有动力 既然这样 我去祈祷多些 神的同友加勤 我就不要浪败了 你有这个动力 对不对 不过呢 肯定在做的时候做不到 那你当你行狗 你知道 祈祷多 一会我和你祈祷 你发觉 越来就越不同 投入的时候就越不同